说到冯小刚和张过丽这两个人 他们之前合作了很多部电影相当的成功 而最近他们又共同承担了另外一个重任 就是央视春晚 冯小刚指导央视春晚 不光观众们觉得很新鲜好奇 还有很多明星也都越遇试 因为这节春晚极有可能开创一个新风格 比方说我就有消息说 说这韩红就放话 力挺冯小刚指导央视春晚 自己表示也是很乐于参与其中 要是跟小沈杨人演个小品也成 如果韩红真的演小品我还挺想看的 但是这个消息属实吗 来看一下我们的编导向韩红本人求证 最近韩红发起的百人员将公益行动宣布启动 发布会上除了韩红本人 他自己担任导师的某歌唱比赛节目中的得意门声 李翔翔 殃吉马等人也一同亮相 以往的歌唱节目结束之后 导师都是先带学员发新歌或跑演出 而韩红则事先带着学员做公益 看来性格直率的韩红为这些徒弟的未来发展 已经有了主意 此前甚至有消息称 韩红准备联系今年的总导演冯小刚 想带着自己的徒弟们一起上春晚 担任导师的节目刚刚落下帷幕 自己的公益活动又正式开启 可就在韩红事业风生水起之时 解放军总政治部颁发了一项新规定 对全军和武警部队提出明确要求 严格控制军队文艺单位人员 参加地方电视台选秀类节目 这样会不会对韩红接下来的工作造成影响呢 我肯定是要按照总政的规定 也按照国家的规定去完成我的工作和调整我的工作 我想作为一个军人来说服从命令是天职 感谢观看